我们凡夫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佛菩萨的心灵 刚才说佛菩萨没有心灵 所以我们不知道 佛菩萨纵然有心灵 是法界的佛菩萨 不是一真法界 是法界里面佛菩萨 辟致佛 阿罗汉也都有心灵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 我们的心灵太粗了 他们的心灵微细 就好像水一样 他们的波浪很细 小浪 我们是大浪 大浪碰到小浪 小浪知道大浪 大浪不知道小浪 盖过了 就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四圣法界的心灵 不但不知道四圣法界 你驻天的法界我们都不知道 天人还是有妄念 他们的妄念比我们威胁 我们的妄念比他粗 就像水一样 我们的浪盖过他的浪 他知道我们 我们不知道他 道理 就像这个情形一样 所以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一个事 世方世界的众生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西方世界的人 都看得清楚 都听得清楚 他们六根的能力 几乎如发生大死一样 没有障碍 这是净土法门的殊胜 在这个内衷 治病 这一切 糍 吉那 Bei 没有